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 那今天是我们的类直播 也就是说老师现在人在上海 所以是说今天的VPN跟国际漫游 通通不给力 所以是说我们只能先录好 然后再跟各位来去做回放式的直播 所以说今天不是直播大摘位 今天不是直播大摘位 我们就是录播大摘位 那首先老师要讲一下 我们2024的留言批算的案子 现在已经持续的发出去了 各位还没收到了 请稍等一下 老师一定会在15个工作天以内 把你的留言委托一定给你发出去 那你还没有买的 各位要记得 我们只做到农历的除夕前一天 那当然你提早的去下单 老师提早帮你做 当然你的时间会比较完整 因为老师无论你什么时候下 我都是1月1日2024年 1月1日到2024年的12月31日 你就算是到1月的时候 你才去买这个留言 我一样从你买的那一天 在加按的那一天 预计加按的那一天 开始算 算到你的什么 你的2024年的12月31日 所以说你越早 那你就可以越完整 这个是要去记住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古本的因果论命 里面的一些文件 请各位什么都可以看 但是就是在他的那个前世因果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前世因果 还有另外一个说你要 要烧什么钱那个东西 这是不用去理会的 那很多朋友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疑惑 那老师会在之后 我们会录这个节目 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三世因果 那为什么前世因果这不用看呢 因为这个是江湖派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你看到里面这些三世因果里面 你可能欠谁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之前做什么事 导致你今天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瞎掰的 这个是瞎掰的 因为他们前面都跟你讲的有点准 有些接近 然后你觉得说这可能有点靠谱 但是当你去看到这个 你欠谁的东西 很焦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 我是跟这个人不好 他刚好又是姓什么姓赵 对不对 老师这边是姓 老师看过自己的时候是姓陈 然后我自己现在姓陈 我欠姓陈的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说你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说我这个人跟我刁难 一定是我上面有欠他 怎么去还呢 我是不是要送他钱 又不甘愿 对不对 那是你有什么法会可以来做吗 这个就是江湖派的先生赚钱的地方 他把你算的时候很便宜 可能算一个给你100块 或者是1000块 然后在后面你要去去化解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5万块10万块 都不会放过你走了 对不对 各位你们在台湾有没有看过那种 可以给你免费算 免费算名值或者什么的 还可以100块就好 我告诉你 10个20个里面有一个抓到 他就那你要去化解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5万10万了 我没有说谁 我没有说谁 你不要自己去对号路做 你跟那个路就是这样的 陈老师讲的那样 我没有说是特别是谁 我只说可能是怎么样 有这个状况会产生 好吗 所以说老师后面会录视频 让各位知道 这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去 多理解一下 那有些东西你不要那么去理解 好吗 好 那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主题 我们今天直播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因为我们扣除了对话内容 对我们的直播对话内容 好吗 首先我们看到乌克兰战场 乌克兰战场这边是比较有意思的 为什么有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周六世纪 他非常害怕西方世界忘了他 包含了他这次去联合国的各个的会议 通常大家都是避他而走的 就是没有人想要接近他 为什么没有人想要接近他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你有一个好同学 长大的大家出社会 结果他每三个月固定给你借一次钱 然后借了钱也就算 大家江湖旧疾 人都有三衰六旺 总是会需要大家互相一下 所以说你可能就三万五万借给他 让他去周转一下 家庭也雇一下 他能力算没还可以是不是 但是他借了都不还 有时候我就不好意思 我那个要买什么东西用掉了 对不对 那你再借我一点 对不对 你借了一次两次三次 可能他还愿意说停你一下 因为总是有事后 你知道吗 这人一衰进博马三菜归 对不对 那进蒲仔 然后你会生出菜瓜来 有时候就是这样 衰的时候没办法 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如果你用了一两年这一招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会远离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找我无论你想讲什么 最后一句一定是借钱 就这么简单 乌克兰它是属于借钱的 各位你要知道 各国给乌克兰的东西 很多都是借钱 而不是无偿提供给你的 所以说乌克兰打完之后 泽伦斯基是把整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赔掉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泽伦斯基是几乎把整个乌克兰 为了几十年站起来的机会都把它赔掉 但是你能不能说他错 他保家卫国的心态是没错 只是他一错错在他不讲信用 就是乌克兰以前承诺不要加入北约 所以他可以独立成一个国家 现在他做这些事情是违反盟约的事情 所以他挨揍 他还是有他的原因在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像之前我们看到 巴赫姆特是一个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绞肉机 而乌克兰他现在为了不要让西方世界遗忘他 所以他要创造了第二个绞肉机的战场 那叫什么呢 叫做阿夫提夫卡这个地方 阿夫提夫卡跟巴赫姆特 本来就是乌克兰的比较有经验的将军 都说在两个地方要退出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你到最后你根本守不住 所以你应该退进去 然后把你的兵力集中 然后建立起防线 你才不会让俄罗斯一直一块一块把你吃掉 这个战法对不对 我们先不说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阿夫提夫卡 他现在也是被俄罗斯军包围的 他现在是第二个绞肉机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就是我们有在努力的奋战 然后无论在阿夫提夫卡 或者其他地方 我们要尽可能的现在要反攻 但是事实上 他一些反攻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真正拿出来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从白宫最近的这三天前 四天前的记者会上 就有听到端倪在 什么样的端倪 也就是说 白宫是表示他们 那单方面的评估 他们给乌克兰的这一些的援助 经济援助 大概乌克兰已经用掉了96% 也就是什么 你快用钱快花完了 这是美国单方面他的评估 他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 当然美国的状况也不能等同于欧洲的状况 所以说欧洲他到底 他给乌克兰的钱或是装备用了多少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了 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事情就是 乌克兰竟然可以用到96%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这两个月应该没有实质上 真的给他多少钱或是军备 为什么 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像举个例说 我叫老师吧 我每个月就是可能赚10万 但是我每个月的基本开销是6万 好不好 就举个例来说了 第二个月老板跟我讲 这公司真的经营困难 我们要共体时间 所以说这个月缩减为6万 我一个月花6万 如果我收入也只剩6万 是不是我现在持平 因为我就是固定要支出的钱 就是这么多 是不是 如果今天再下一个月老板跟我讲 公司实在是有困难好不好 但是我们坚决的要让大家领到薪水 所以这个月变成4万 以后都4万 再下一个月 公司是有人意的公司 老板我一定是知道各位很辛苦 所以说我要坚持的发薪水 让公司经营下去 好不好 大家说好 所以说我们薪资就变成3万5 这个状况之下 假设我的开支一直维持是6万 我是不是会慢慢吃掉我的老板 跟我的存款 会 乌克兰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它到96%状况之下 就是代表是说 你西方的援助进去了 但是乌克兰你没有去节约 或者是你一直是维持你自己的开支的状况 那么它的原住的金额 就达到96%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他剩下这几个月 你要做冬季返工的状况 基本上是0 那你可能得要钱跟军备在进来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进行春季返工 但是俄罗斯他会等你的春季返工吗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些小道消息 是俄罗斯他就打算什么 他打算是要做冬季进攻 有人说是冬季反攻 没有 俄罗斯不是反攻 他要做的是冬季的攻势 要去把乌克兰土地尽量的把它打下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 如果乌克兰和国战败了 它对世界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今天来讨论一下 它一定会有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比较直接的事情 你今天打扶了 你可能就俄罗斯可能就说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你愿不愿来和谈 到最后 我说真的 俄罗斯如果不跟乌克兰和谈 或者俄罗斯不跟俄罗斯和谈了 最后乌克兰一定整个被吃掉 这是最终的结局 但是只要是你责任司机愿意去和谈 你除了割地之外 你赔款不一定了 割地你是必须要的 虽然现在责任司机放话出来说 你俄罗斯不全部退出去 我不和谈 这个已经不是他所要不要的问题 而是他讲这句话已经没有底气了 因为你没有钱了 如果乌克兰被打扶了 对世界的最导的 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当然就是欧洲国家 欧洲世界 欧洲世界的油价跟物价 就会开始恢复稳定 因为你不会再有更多更多的变数了 也包含了你接下来北溪一号二号 还有其他的一些油价的问题 它会慢慢的开始怎么样 开始恢复稳定 这个稳定对欧洲的工业 跟他们的研发力是很重要的 我们之前有谈过 中国的汽车工业 现在不但是超越了欧洲 而且也超越了日本 而德国真的工业会比中国差吗 很多的状况之下 其实不尽然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两个世界的 他们的工业文化来看 中国算是一个爆发户 它有没有实力 它是有实力的爆发户 但是欧洲它也不容小觑 因为它是有文化底蕴的工业态度 他们从工业革命开始 一直就在去研发这个工业 所以很多东西是你在欧洲你可以做的好 中国你不一定可以做的好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像卡车的车轴 这个东西德国跟日本做的是比较好 但是中国的就没有这么好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还是必须从 日本或是跟欧洲去进这些 比较关键的工业的材料 但是你现在如果乌克兰战败 那么它的变数就变少了 因为你以色列无论如何 战火都不会波及到欧洲 毕竟人家是犹太人 犹太人不会去让战火波及到欧洲 你波及到欧洲 那就是世纪大战了 那个就不是小事情了 除了后面 我们再谈到以色列战场的时候 会比较详细讲这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物价变稳的状况之下 你欧洲的经济 你就开始可以有喘口气的空间 你就开始可以慢慢的回稳 然后慢慢让你的失业率 跟通膨获得了控制 获得了控制 所以说如果真的停火 或是乌克兰战败 对欧洲的国家来说 那简直不要说太好了 因为他们所有不确定因素 都可以获得了一定的控制 第二个东西就比较危险了 乌克兰如果战败 那问题就大了 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你俄罗斯不可能放弃 他已经拿到了土地 绝对不可能会放弃的 要放弃也只是意思意思的 我稍微退几个 退一些几个城镇给你 但是你不可能就让俄罗斯 退回去他的莫斯科 然后把所有打下来的那四个州 包括连克里米亚都还给你 那是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那绝对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状况就是俄罗斯他一定会得到土地 那这个对世界影响就比较大了 为什么 因为当侵略者可以取得土地 那么中国收回台湾 这个对世界各国来讲理所当然的结果 还有以色列去占领加萨走廊 你是不是一样没有办法去指责他 如果这个事情成为一个真实 那么爱死伊斯兰国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胡塞组织等等之类的民兵团体 他们去一样的去反政府 或者直接去打到别人家里面 去建立一个新国家 或是他这些诉求 那你能够去指责他吗 很多事就变得不行 因为乌克兰 他是被俄罗斯打下来很多领土的 那以色列去把加萨走廊给占领 无论如何 美国你说怎么样不行 我都硬把他占领起来 说我只是代为管理 这件事情能做成了吗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去 去说你不行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乌克兰是被俄罗斯 所吃掉一部分土地的 所以未来的侵略者就变成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看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破坏国际规则 而是要去看破坏规则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实力去破坏规则 如果俄罗斯有这个实力 大家不敢跟他怎么样 说他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以后的强国 都可以进行第二次的这种 自从大航海时代到处的去 世界各地开始 把这个疆域给他做改变 所以说乌克兰战争 其实俄罗斯胜利了 在经济上面可能对欧洲很有帮助 但是在历史的变化上面 它会起到一个让世界原本均衡的平衡 会开始出现的比较大的倾斜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乌克兰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维持他最后的尊严 就是让俄罗斯至少你不要往前打了 这个状况也是比较难的 这个状况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比较难呢 回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白宫已经评估了 乌克兰他所得到的一些美国的精元 已经耗尽了96% 我们宣布说他之前给他的钱 或者给他的武器 最后有没有流到哈马斯手上 当然这个是启能一斗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他突然得到这么多的一个武器 比如说火箭弹 然后各种的武器 刚刚好也就是 乌克兰他取得大量西方给他的武器 一些物资的时候 所以说 有没有可能倒卖军火到哈马斯 这个老师没有证据 这个老师必须这边讲 我没有证据 但是时间点巧合的令人害怕 因为你说为什么哈马斯 能够有这么多的军火提供给他 而且他也不是准备了10年20年 而是在这几年迅速的准备出这些的材料 而现在他还有军火 这个东西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一个战争中的国家 你会有一些官僚组织 包括武将 也就是武将 还有那些贪污的文官 你们今天没有钱之后 没有钱 没有这些油水可以捞之后 而且你还必须自己上第一线 去清贸显食这件事情 就是在餐饮淡饮之间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赶快冲过去来去保卫国家 这个事情如果要轮到你头上的时候 最容易发生的事情 不是是说你今天没有饭吃粮草不够 而是统治者 他随时可能会受到生命威胁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百姓 不是说百姓 你的官员 你的将军 没有油水可以捞的时候 那么你的存在 你这个领导者的存在就没有必要 那我不觉得很奇怪 领导者在我们才有国家 才有家 那我们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不是的 但你的责任世界的存在 是因为他可以招来业绩 他有招来钱给大家捞 如果他没办法再招来钱 没有人会替他卖命的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历史 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研究这个问题 什么说呢 我们看中国第一个帝国 第一个帝国就是秦始皇的大秦朝 这大秦朝 各位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 他为什么到胡亥的时候 他就这么快的土崩瓦解 然后秦朝这么大一统的帝国 就完蛋了 其实你换成 你可能换成了那个 胡书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 就根本上来讲 秦朝的败王 那是因为这两个道理 第一个是严刑郡法 对不对 我随时随地走到路上丢一根稻草 这稻草可能散到一地 我可能会被抓起来把鼻子割掉 是不是 他的严刑郡法太过 包含了比如说那个商鞅变法 商鞅最后也是死在他自己的策列之行之下 所以说严刑郡法这个东西 让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人家说这乱世就应该用重点 这个其实各位你可能少看了另外一句 叫做法欲言贼欲制 你今天如果是说 你这个法太严格到 我犯了法 而且我将来一定会面临到很严重的处罚 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那么我坏事要做我就做到底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把事做绝 然后这个其实 法欲言贼欲制 这是他的道理在的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看到秦朝的一个 陈胜吾广起义 包含了项羽 包含了刘邦 还有他们的项伯 这些他们项梁公 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起义之后 横扫六国全部的贵族把他复辟 然后把大秦朝土崩王杰 把他给处理掉 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 秦朝的他的 他的统业的 一个很大的诱因是 他们的军队可以获得战功 也就是说我今天 打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功 我的在家乡的妻儿老小 都可以获得很好的风赏 还有很好很好的待遇 但是我今天天下已定了 那军人同样受到军法的限制 也受到国法的限制 所以说我动辄得救 我犯了错 我一样会没命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仗可打了 所以说我没有军功可以得到 我没有军功可以得到的时候 那么我现在拿了一点点的钱 我升迁无望 然后我又得离乡背井 老婆小孩子说 你要赶快去进步 但是没有仗打 你叫我的将军有志难生 所以是说当成圣武广 或是像梁公 或还有像伯 项羽他们这一家像家军 直接从从楚国一直开始 把六国的贵族从羊圈里面 从垃圾堆里面挖出来 然后把他们恢复六国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有些地方甚至是没有什么打 然后守军就自己投降 然后就开始恢复以前的齐国 赵国 燕国 为什么 因为你恢复成你自己的一个 过去的王国的时候 你就有信任自己的国君 这国君他就可以怎么样 把你复国之后的利益 分给了这些原本跟随他这些人 这些人就可以得到他的利益 而地方上产出来的税收 百分之百 都又是这些国君所得到 国君可以百分之百得到这些税收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资源 又散发给跟随我的人 所以说 哪怕像魏王豹这种昏庸无能之地 的一个这种王 这个没有用的王 或是那什么 还有那个韩文 韩文公是不是 韩文城 他一样你没办法 你起来之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只是分钱而已 其他你没有实力 所以到后面被向羽一推就垮 所以我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说 当乌克兰的士兵 你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利益的时候 就会跟大清朝的士兵一样 就完完全全的 你就会倒戈 你很可能你自己的领袖 你都会先下手为强 对不对 然后说我就变成救国英雄 是不是结束战争的英雄 因为我把谁谁谁给 给把它给处理掉了 是不是 你就可能取得下一个政权 或是被下一个政权 所重用的一个人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最大的敌人 并不是是说 远在阿夫迪夫卡上的俄罗斯军队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乌克兰里面自己的 这些军事团队里面 会不会有 他拿不到油水的时候 他可能会反水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乌克兰战场 其实他大概时间 不会差太多 不是因为俄罗斯他的实力很强 也不是泽伦斯基不想战斗下去 而是当你下面的鳄鱼没有肉可以吃的时候 下一个吃掉了 当然就是你这个鳄鱼 鳄鱼员的主人 好吗 这个是我们要值得我们去 去理解跟在意的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状况 我们要去看的 而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什么 他就是我们的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战 这个各位要知道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战这件事情 实在是极其恶劣的事情 这个里面 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质变 什么质变 就是在以色列他去报复哈马斯 也就是巴勒斯兰北部这个地方 他进行了狂轰谋诈 激烈的巷战 什么都尽量去做 而在这场战争之中 有一个你不应该发生 但是他却发生的事情 是什么呢 不是屠杀 而是联合国的相关人员 已经有88个在老师所知道的情报为止 现在可能已经不止了 有88个联合国的官员 就是小官 就是文员 或是办事员之类的 或是他的一些附水组织 是被以色列的炮火 给他跟你炸去见上帝的 这还不包含了 还有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些媒体记者 基本上你有去无回的状况 是其他人还是有的 而在这个状况之下 以色列对这件事情是 完全的不予以回应 你说要他负责 你说联合国你怎么可以杀联合国的人呢 是不是 他完全不管这件事情 他完全不管这件事情 就是我就是想做什么 我就是做 你们拿我没办法 以色列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实力 让全世界这么有权势的美国国的 总统都不敢得罪他 还是很简单 因为经济是有在来所掌握的 所以是说 你今天是老大没有用 你的财顾他们在掌握的 而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现在他未来是不是能够去 把巴勒斯坦这个东西 顺利的把它占领 然后让他们的土地更加的扩张 然后巴勒斯坦你就只能成本亏呢 这件事情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现在加上难民 去被以色列所屠杀的 所一些战争所波及的 70%都是女人跟小孩 比如说他们的孩童的尸体是堆积成山的 你想看看一件事情 他们据现在所报道的 据现在所报道 至少 至少有6万人是在这一场 以色列的反攻之中 所失去了生命 这6万个人里面 你假设里面有1万个哈马斯 我们就假设一定有哈马斯 好吧 1万个哈马斯 另外2万个是妇女 3万个是儿童 这么多人叠起来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这老师的小孩 他的学校算是在我们台北市算个大校了 3000多人 3000多人 各位 20所小学的 同的学生 全部变成了尸体 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极其残忍 极其的令人发指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经济的权势 还有金融的权柄 所以是说 没有人敢去指质他什么 你在网路上 你可能讲讲可以 但是实际上 你如果你是有实力的人 你只要反犹太 你可能就完蛋了 你可能就被 被大家结起 被揭干恶起去逗你 逗你不是百姓的意思 而是那些团体 不可以让你的声音扩展出去 这实在令人很觉得 哎 怎么说呢 不能说应不应该或不应该 事实是说 这既然是发生的 但是这件事情 却是一直不断的在全世界 去开始去做蔓延 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会觉得是说 他们只是两个国家在互相的内战 但当你知道了 比如说从X里面 或是从其他的一些抖音里面 所知道的 你发现的 既然是这么残暴的一个状态 那么 你当然会觉得是说 这个舆论上方向会改 所以说为什么是说美国不大欢迎TikTok 甚至你现在马斯克 一龙马斯克是没办法 人家对他没办法 因为他不靠别人 你为什么要那么反这些TikTok的东西 因为他不能够控制 他不能够控制 所以说他当然就反他 如果能控制的话 这些事情还能够 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比较难的 但是里面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11月3号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去访了以色列 当然他有表示是说 我是靠你这一边的 但是在11月4号的时候 在加萨地区的法国的文化中心 就被以色列给炸了 法国在加萨的文化中心被炸了 法国就抗议 我昨天总统才在这边 跟你表示 跟你们站在一起 结果隔天 你就把我们国家所盖的文化中心给炸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哪怕你说对不起 我就是丢歪了吧 他说我怀疑你没有哈马斯 行不行 都行 但是以色列拒绝回答 我不做 我不做 然后再隔一天 加萨地区的法新社 法国法新社 就是法国的新闻中中央社 就被炸了 炸完你的文化中心 再炸你的法新社 所以说现在法国这边的舆论 也是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炸我们的东西呢 那以色列要不要回答 不回答 我只要不去处理 那这件事情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 大家开始这个舆论 还有社会的氛围 当然就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说未来你要怎么样去说 这个以色列可以持续下去 会不会受到全世界的支持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而现在第二个问题就在于是说 我们之前有谈过以色列 他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以色列他的军事的实力很高 他的经济的实力很高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他的土地并不大 他的土地并不大 所以他的国力是有限的 你要源源不绝的给他多少的军备 给他多少的粮食 其实你很容易是可以被 他人所发现的 因为毕竟 他不是 他是一个 领海的地方 你很容易去被 知道是说 你有多少人去给他资源 而在这个你炸了法国 又炸了联合国人员状况之下 你后面能不能再是说 有这么好 这么方便的状况 让你肆无忌惮的 消耗完你自己有了之后 你还可以取得别人给你的 或是卖给你的 这个都是 会有很大很大的问号 所以是说 现在以色列跟叙利亚这个地方 他们还是继续的 做成了第二面作战 为什么是叙利亚呢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戈兰高地 他是必须要去争夺的 这戈兰高地 意思就是在叙利亚 跟以色列的之间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他是一个战略高地 谁取得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是叙利亚的民兵组织 假设取得了戈兰高地 那么他以后进入以色列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从上往下去冲进去了 对以色列来说 就等于是你的国防 出现了一个大破口 是不是 反过来 以色列如果要取得戈兰高地 他进入到了叙利亚也是越来越快了 反正打叙利亚 他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对 就这样变成之后 他第二面必须还是要作战 而叙利亚会不会持续跟他作战 还是会认怂 这一定会持续下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的两面作战的时候 你消耗速度会不会更快 各位懂我意思吗 乌克兰会遇到的事情 以色列他也是会遇到 就是不断不断的消耗 那么你的补充的速度 有没有比你消耗的速度快 这个事情就变成 很需要去注重的一个事情 而还没有去说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在譬如说 伊朗 或是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 他们的民兵组织 也包括伊斯兰国 是不是会在趁这个机会 开始尽可能的进驻到 无论是加萨 无论是其他地方 有没有可能 从各种管道里面 开始对以色列产生的攻击 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 现在美国能够帮以色列的状况 是有限的 因为他没办法多面作战 美国他已经穷了 穷到他没有办法多面作战 如果你已经没办法多面作战 但是你又必须要去守护 以色列的时候 那么 这个时候就必须 跟他去以色列谈好 你要马上就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打 那么这个事情 以色列继续往前 想要在你加萨 甚至我继续的往 往南去收复的话 我不要说收复 往南去侵略的话 那么俄罗斯 那么中国 那么其他所有的一些 领土上有争议的地方 这个火一开 你就停不住了 那就停不住了 所以2024年 其实我们之前所已经有预测到 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份 当然继续下去 但这个事情当然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我们要必须要去注意 这个以色列跟乌克兰这两个地方 他们战争的影响 并不是只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影响 而是一个有示范性的作用 就是以色列 他示范出来是说 我占领了 我屠杀了 我都没有事 这个就变对他们的 历史定位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第二个就是什么 实质上的战争 也就是乌克兰 他如果战败了 对世界就有正面的影响 跟负面的影响 负面影响当然就是 你侵略者就可以继续侵略 没有问题 这个状况 整个世界的均衡就会被打破 那对美国来讲 他没有一个战场 他都可以去阻止的话 他以后要再去说 他去调停 去帮忙哪一个部分都有困难 比如说什么 我们讲菲律宾 菲律宾他在南海的大破船 那些破军舰 他现在已经快要瓦解了 那你无论你美国联合了日本 联合了英国 联合了各个国家去那边做军演 去做演习 那你实质意义大不大 实质意义是不大的 你只能给他壮胆 但是实际上来讲 那个船还是必须垮掉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海警船不让他去印这些 修补措施进入他们的军舰上面 去把他们 把他做损管 损害管制 老实际海军 把他做损管做枪帆 所以是说他没办法继续做损管 他这个船就只能慢慢的去解体 而且解体速度应该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两年吧 大概就解体了 那那个时候中国就可以 又要去把这个地方慢慢的慢慢的 把他去做 做把他统合起来 那海星会整折 又要进行做到另外一个层面 而菲律宾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美国他都无论做什么军演 无论做什么样的支持 都无法阻止中国让那艘船给瓦解的话 那么后面南海的事情是谁说了算 那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问号给争议 加上杜特地也不满这件事情 那未来的小马克思是不是能够在 选上下一任 那也是很问号的事情 要么五年一任 无论如何你都得再选一次 但是你让菲律宾面临到在南海 这么大的危机 他是不是能够再选上 这个就是很问号的事情 所以说你在美国这个问题上面 他变成是说你任何地方只要让美国 自己去陷进去 他必须出兵 而不是只是像在以色列那边做威吓的话 那么所有的紧张感都会变成 更加的复杂 那整个世界就进行到更大的一个战争 那个局面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好吗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 美国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他没有这么多实力 来去做这个多面作战 你没有实力做多面作战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先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实力做多面作战 这个第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要看到 美国在最近所公布出来这个消息是怎么样 美国百姓的卡债拖欠率现在是持续上升了 而未偿债的卡债余额达到1.08兆美元 不是1.08兆美元 这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美国的每一年要缴出去的 债务利息这么多了 是不是 他1.08兆 就1.08兆钱没有还给这个银行端 那这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犹太人 造成资本家越来越有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说 他这个升息的部分 你把这个利息调升了 当然钱会回到银行体系 但回到银行体系之后 当然就是说 大家的市面上的热钱变少 通货膨胀可以降下来 但前提是 这些美国人他们的债务是高过于存款的 所以是说 他们的欠的钱也被调高了利率的状况之下 他们所可能信用卡要负担的钱 可能高达他们的循环利率 负利率的25% 他们的信用卡利率可以到25% 如果你有1.08兆的美元还没有还 等于是说你利率继续往上调 美国的银行业只要坐着 他就有收不完的利息的钱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说一句话 能够让银行家 只要坐在家里就有很多钱 可以收 甚至是很多房子 他就可以因为是说他不断的升息 让这些百姓缴不出房贷 也把你房子给收回来 因为他们跟其他不一样 美国的制度是 房子如果被法拍了 或是被他缴不出钱断头了 银行是有权收回房子 收回房子 但是他跟 业主的债就两千了 比如说台湾就不是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可能还欠了一个1000万的房贷 但是你拍卖只拍卖了700万 中国也是一样 1000万房子你拍了700万 然后你 但是你还有800万的债务 你还欠两百万 在美国这个比较没有 你如果 你欠多少钱 你还把房子收回去之后 那这剩下的债就跟你没关系了 这个有些地方是这样 我不曉得是每个地方了 但是是有这个状况 所以说你今天要升息的脚步 并没有说那么快的填歇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百姓的负担 你会非常非常非常之重 就是我所有的钱都不断的被银行吸走 所以老师之前有说 你我宁愿美国政府是一股做起 把它升到顶 因为升到顶 你可能升到6%、7% 已经到太可怕的地步了 然后你整个基地受到重创 你很快把它调低 那么有一些百姓 你可能还可以撑得过 因为你可能就一两个月 或是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能脚比较辛苦 有些比较好 还可以撑到6个月 半年的时间 但是你这个循环一旦过了 它率许很快就降下来 它如果已经降下来 你速度也不会太慢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让通过紧缩一直持续下去 你通过紧缩一直下去 你经济就也是完蛋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美国的胡佛坦 经济大恐慌的时代 这些都有经验过 当然现在美国是不大可能 会有那种经济大恐慌的状况发生 但是百姓的钱 都被资本家吸走这个结果 它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说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谈到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 你只要是有这样子 像类似美国 这是英国 他们这种西方经济的体制 也就是什么 你要工业体制 跟你的健全的商业体制 是说是健全的商业体制 那么你这个国家 必然不可能撑过太久的王朝 各位 你这个我没有针对 是说只有西方国家 就哪怕放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做资本膨胀论 你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这个所有世界 我们的所有的交易 都一定是基于是说 有利润的状况之下 所以是说 就比如说这前一天 昨天双十一 你一条洗面奶 然后台湾叫洗面乳 一条洗面乳的状况之下 他卖了假设是20块人民币 然后假设100块台币 但是他所生产出来的成本 大概也只需要一两块台币 一两块人民币 大概5块10块台币 你大概就有20倍的回报 当然这里面有研发的成本 有包装的成本 有设计的成本 很多很多成本在里面 但是他一样利润很丰厚 这个代表说 这个东西 它一定有一定的膨胀性 你的利润膨胀性越高 代表你的支 你的利润的分配会越不平均 所以说你这一碗面 你可能只能赚20块里面 你可能赚个5块钱 但是他一个洗面奶 他的成本就可能就比你面还要低 他可以赚得比较高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样子的 用货币来进行交易的一个模式 必然会让一个国家 不断不断的重演这些经济 不断的吹起泡沫 然后破裂 然后乱世 然后重整 然后战争 然后再重来过了一次的 必然的道路 因为懂老师的意思吗 唐朝之前也是这样 就是他你在洛阳的 你在长安城的 你整个物价跟你的房价 是那高点之后 怎么样呢 你就会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 三岭期之后 你会迅速的往下跌 就进行的一些战争 就会进行一些内乱跟战争 为什么 因为资源分贝的不公 你这大部分人 你已经 少部分你获得大部分的利润 每一个人做事 他都有利润 老师也要追求利润 每个人都追求利润 我们不是说追求利润是错的 而是在于 我们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交易行为 他都要创造出利润的时候 而不是交换需求的时候 什么叫交换需求 就让我们早期的 那些比如说在 更 分内时代更早以前的 这是原始时代 我们是以物异物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互相交换需求 这里面就不能说它是利润 这个都是很原始的 我不是说以物异物是好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期节目叫什么 叫做 叫什么赛 就是第九维度的 反正忘记的 你突然刚才讲了 突然忘记了 他就是第九维度 他就能自说以物异物 他们没有所谓的买卖 就用交换 你要就拿走 然后你可以做出来 你就放那边 自然会有人要 就他们的这种所谓高维度的 他们百姓都不多 百姓都不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欲望 没有什么欲望 你当然百姓就不会多 物质就这些 而我们在现在这个维度 我们的人类 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追求价格上有利润 我今天哪怕是我做的 这个画这幅画 画这幅画 墨水 还有那些颜料 纸张 我时间的 我的专业加起来 他一定要有利润 我才能够拿我的利润 扣掉我成本之后的利润 我去购买 我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在我们之前的钱的本质里面 已经讲过这个概念 老师的意思是说 资本它是一个不断不断 膨胀跟叠加的 我们设计了这个货币制度 我们却没有设计出来 怎么抑制这个货币制度 膨胀的方法 这个是无解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说 为什么欧洲国家跟美国 跟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可以享受比较久的复数 那是因为他把我们东方的世界的 这些百姓给打扶了 你把我打掉了 所以说我只能重新再建立起我的文明 重新建立起我的经济制度 重新建立起来我的一个工业规模 所以说我一样的东西 我会卖的差不多的价格 然后继续给供应给你 各位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说你的国力如果要差越大 等于是说我又一直不断让你恢复到 恢复到这个 既然中国叫做解放前 对不对 让你的这个社会的稳定度 跟复数程度都没有办法提升 那么这对我来说 我才能用我的国力去压榨你 一直不断的提供给我我需要的资源 而且你还不能涨价 所以说在美国的部分 他一直不断的可以享受到什么 享受到来自于东方世界的这些工业制成品 中国的或是越南的 或是印度的这些廉价的药品 不断的去勾引给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应就是可以获得同样便宜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科技跟其他东西 是超过我们的 所以说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当你中国愿意做起来 中国的2023年还是2025 我忘记了习近平讲过什么了 不论这些东西你让其他东方世界发展起来 之后 那么就跟现在状况是一样的 这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也要追求利润 所以说我们东西会越卖越贵 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过去你可能你一个灯泡 你可能就是一块钱美金 好吧 一个灯泡可能卖给你 没到一块钱美金 但是现在一颗灯泡 你的末端价已经不是一块钱美金 你可能就是变成1.5块美金 为什么 因为中国给你卖过去的价格提升了 那你就是造成了一个资本膨胀 那我的成本就上升了 再加上美国自己也产生了什么关税壁垒 所以说一个东西 它的成本不断不断的攀升的状况之下 那么你两边世界的落差变低了 就像你那个 你没办法用水利发电这种落差了 落差越来越小 你是不是 你产生的这些利润跟动能就越来越少 那么对于美国跟欧洲国家来讲 他们就会过得越来越苦的日子 各位东老师的意思吗 资本膨胀那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国力的落差很大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产生出很大的能量来去提供给所需要的人 尤其是在顶端的人 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低廉的成本 比较丰富的物资 比如是说英国 他就在印度取得很多的香料 也取得很多的一些 在非洲取得很多宝石的矿产 所以说他们一直透过这些的一个国力的落差 他们产生出了很多的国力 研发他们的科技 跟上帮他们的自己文化水准也不错 所以他们一直非要提升很快 但是在二战之后 大家进入了和平 你土地已经不能随意扩张 你任何国家不能随意的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 那么就代表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原来是低落的世界 他们不断的会起来 慢慢的起来 那加上你可能不断的攻击 比如说之前的泰国 跟菲律宾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但是就被你的外汇攻击 被你的一个金融攻击 你导致了韩国 不是导致了什么 菲律宾 然后被金融攻击打败了 泰国被你的 索罗斯的外汇攻击打败了 日本被你的广场协议打败了 所以说这两个这些地方 他们就没有办法产生了什么 没有办法产生了那些成长的动能 那么国力就开始又落回去 那这些国力落差 又给了这些上位的国家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利润跟能量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每一个人可以追上去 不怕连越南他自己的国力 也慢慢缓步的上升 越南成长比较慢一点 因为他们的贪污实在太严重了 他们也是缓步上升 更别说中国 跟美国跟欧洲 这波数太快 导致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透过国力落差 来赚到太多太多的利润 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这对他们讲是非常不利的 在这种不利的状况之下 就必须要引发战争 这个是董老师的意思吗 因为落差减少 如果你没有在战争 再次发动一个很大规模的战争 再把国力落差继续拉大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 他们就会从贵族变成了平民 我们单车变摩托了 但是他们可能变跑 从跑车就变成国产车 但各位董老师意思吗 说未来为什么会特别危险 危险的原因是因为 另外一个世界开始均富起来了 亚洲开始均富起来了 未来你中东地区 你如果不去压制他们的话 中东地区也会慢慢的起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一带 一路会帮他们建立好 他们的基础建设 他们的公路建设 他们的水利建设 还有他们的能源建设 如果都给这些落后国家 有他们很足够的这些交通便利 能源自主 比如说像昭利阿拉伯 他们就跟中国开始买这些很多的光伏板 也就太阳能发电 那你能源已经有更 能源可以有取之不进又之不绝的太阳能 那你只需要更换这些材料 那因为你大量的购买跟技术的提升 他们的成本也会开始降低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的发展就变得没什么问题了 那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 本来我没有的东西变成我有 而且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取得更多更多 我原来都不能转换的能源 举例来说 假设你给委内瑞拉取得了精炼石油的技术 那么很多残油国家一定会哭 为什么 因为委内瑞拉产的石油量 并不输中东 它甚至可以跟比中东还多一点 他们蕴含的重油是最多的 这个重油 它的变成裂解完的石油 它是必须要花 一桶要花100元美金的成本 但是如果在委内瑞拉里面 它自己就有能力 不需要通过这些美国的石油商 或是美国的技术商 它就可以把它的重油变成了精炼油 那么它的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降得很低的状况之下 那么你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 这么多的限制 大家提供应用变多了 那你是不是价格又下降 所以很多的状况是在于是说 落差那是在顶位的人 他们必须追求 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人比他们弱 比他们穷 比他们 更多的人比他们过得更惨 那么他们采用很少的代价 可以取得更多的一些收益 那各位董老师意思嘛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结尾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无论是以色列 无论是俄罗斯 乌克兰 还或是任何地方 我们看到这些 所有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除了他们的历史纠葛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世界需要让这个战争不断的扩大 因为位高权重的人 他必须把另外的世界人打扶打趴 而不让大家有这些落差之后 他们所要的动能 他们所要的利润 他们所要的一些经济 才能够维持得来 所以这些我们在讲的事情 其实是比较有点难懂 但是意思就是在于是说 这世界要获得一个平衡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地球它会一直旋转 它们没办法静止起来 一个地方不断的去吸电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不断的去用电 不行一定要是均匀的去转起来 每个面都可以被照到 我们才有正常的生态 所以说我们看整个世界 它都是绕圆圈 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宇宙都是一样 都是不断的绕圆圈 不断的去做一个自转跟公转 甚至你轨道之间也会有运行 哪怕你是离毕鲁也是一样 3600年你一定得绕一圈 为什么 因为它是必须运转 运转的最大的核心就是不公正 不公平不均衡 但这就是造成运转的动力 各位同好是意思吗 这世界上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因为只唯有不平衡 你才有更多的动能的存在 所以永动机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它维持是一个力量的平衡 但是这个事情是达不到的 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平衡 你让它不平衡 它会才维持到另外一种的平衡 比如是说 我们人体 或是我们所万物的一切 你看它是禁止的 它是完全没有动的状况之下 这是你自己的误解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有动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分子不断的旋转 我们人体也是一个旋转的分子所组成的 黄金也是一样 所有任何的物质都是一样 我们看它是禁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不断旋转的一个原子 不断旋转的原子 所以说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平衡 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既然会不平衡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落语是比较可以有落差的地方 所以老师一直在讲 无论在流年流月 或是在我们的生肖运势 或在任何的节目里面 老师一直跟各位讲 无论你是谁 你一定要比别人多的一个社会性专业劲能 因为这个方法 才是让你跟别人有落差的地方 有些人他是有大别的土地 你跟别人有土地上的落差 有人是有大别的资金 你有跟别人有资源上的落差 如果你没有大别的土地 你没有大别的资金 那你就是一个像老师一样 就是一个大耳朵老百姓 那么你要在这个社会上胜利的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有比别人多的一个社会性技能 我有比你多的一些能力 那么我就给你产生落差 我真的自然会比你多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做短视频一样的事情 做短视频不是每个人都成功 但是有几个人就那么多成功 那这些人他可能原本比如说小羊哥 他开始做的工作并不是做直播 他一开始的工作是做铝门窗 他们家本来就过得不错 他铝门窗做不好 对不对 但是他做这个直播做节目做得好 所以他成为中国头部第一名的网红 是不是那些他懂了这个东西 他就造成他跟别人的实力落差 他做的节目就是好看 那是不是就有个落差 落差状况之下他成功了 所以他从上他的落差 那请问各位 无论是你的公司 无论是你的企业 或者是你的商品 无论是你的服务 或是你这个人 你跟其他人有什么落差 你有落差 你才能传造利润 你传造你自己的生活的动能 你才能做到任何一切 任何一切对你有利的事情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类直播 我们到这个地方大概结束了 好 那各位只要看那个加速看 或者看回报都可以 很方便的 老师讲一下 我们2024的流年总论解析 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 老师很希望各位能够去 可以先提早报名 不要到最后一刻 老师有些人现在还没有收到原因 是因为 前一两天的人报名比较多 你后面的报名的比较少 所以说前面的人会消化比较慢一点 那请各位 还是尽量报名 老师尽量在 12月31号之前 全部把它全部都 有报楼都把你批完 你如果后面报 那老师的时间不会延长 你付一样的钱 你会得到比较少的结果 就这样子而已 好吧 好 感谢各位继续收看 那下周三老师有没有办法回到台湾 我不知道 但是更新一定会去更新的 下周三 我们就是流年生肖解析 应该是这个吧 还是14号 好 流年生肖解析 我们就先讲那个属龙的 老师属龙跳过了 不好意思 属龙的补上 然后再下一个礼拜 我们就做 12月的 12月的 应该是什么 流月总论解析 好吗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在上海 我们下次见